以前我在西华路上班 还会偶尔在他们买三面花 在家里煮的 298元一只 4.5-5斤 烧鸥198元 小时候吃的龟苓糕也是这样的 小时候吃龟苓糕 它是像这种蓝蓝蚱蚱的感觉 德政中路、文明路、文德路附近 除了刚才我们吃过的那间餐厅之外 还有很多好东西 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现在是星期日的下午 现在是5点钟 今天和女儿和老婆去德政路吃东西 话说德政路是广州其中一条美食街里 会有很多食物 比如说最出名的当然是糖水、炖品、面 都是有不少的 我们在未去到德政路的时候 文明路、文德路的时候 已经来到这个辣辣寿司 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吃过 买些东西给女儿吃一下 在她还在选择食物的时候 突然天又落起大雨来了 这个餐厅叫辣辣寿司 他们的食物是出名便宜的 所以中恒的时候 会有很多中学生来这里吃的 例如说它是会有刺身 拉棉 拉棉也是14-15元 甚至前食的也有 又或者寿司 大家看看寿司 一份一件 4元鸡 最贵的也是3.5元 4.5元之间 有些甚至1元也有 我第一次来的 真是说你都不信了 先试试我最喜欢吃的青瓜小卷 一元鸡一粒的青瓜小卷 这些全部加起来 60元不用 有这么多食物 我想先试过这个鰻鱼 挺好的 吃完寿司 我们就等同热完生了 然后现在过去德政路 那边有财福 是我们今天的饮食 list 其中一个 财福就好了 我上次有一次做完直播 大家有留意我Facebook的观众都知道 我是去了河南那间财福 叫做同福路 我都不太记得了 超棒超棒 其实我吃过很多一间财福 德政路是其中一间 西华路亦都吃过 至于环境的话 我觉得同福路那间会好些 至于味道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都是自家经营的 美酒店 哇 刚刚新鲜制作出来 多厉害 这个就是烧饼 哇 这个厉害 这里只是6元鸡的葱油饼 新鲜滚热 送出来的 热到不能用手 是不行的 是真的不行的 一层层的感觉 我应该是十年前吃过 女儿还很小 在中华广场回工时 有个同事住在附近 有时中午经过 买一些葱油饼给我们吃 很好吃 很多人说 他们现在做得不好吃 煸油了 不会 大家看看 很油吗 一点都不油 刚刚拿上来 好像挺油的 梦ci放了一均 也挺好 且我们努力Green 都是很多人的 刚才我们等了不算太久 十几分钟左右 然后前面那位先生 拿着带他的烧饼走的时候 满心欢喜等了半个小时 不过现在又开始变大了 他已经在吃他的烧饼 应该叫泳春葱油饼 很脆 新鲜是不同的 我现在这样才可以勉强手 而且他有一种很特殊的香味 吃到最后 全部咬完吞到口之前 是一种很特殊的香味 就算家里面曾经开过一间 也是叫泳春 应该是一个派系 而不是一个品牌的名字 但是 拍得住也不难吃 只能说拍得住 那么多个泳春葱油饼 这里是最好吃的 还有2元的豆浆 最后一口给我喝 挺好喝的 刚刚我们在这里吃这个 葱油饼的时候 看到这个房地产中介 是少庆万达国家度假区 然后大湾区 少庆顶湖山站旁 大家记得看看 我原先看错 以为52,000 大家看看是5,288 葱油饼 青春葱油饼都吃完了 接下来下一站 财福 财福是吃面的 一个刚才的财 一个福气的福就在前面 所以就算有少少雨都没所谓 就在这里走过去 至于左边这里其实是图书馆的路上 以前我去图书馆温书学习 很认真的时候都会去财福 肚饿的时候去财福吃过鸿吞面 当然还有后面这个开了很多年的白搭果 不知大家有没有吃过白搭果 白搭果就是吃那些西式简餐 20-30元 最初它做的应该叫B仔凉粉 就是一些凉粉和水果拌的东西 然后后面发展成一些比较平价的 大众化的西餐简餐 我想不到现在还开了 好 我们继续吃上来了 首先这个鲜虾鸿吞面 鲜虾鸿吞面 这个是12.5元 这个是姜葱拌面 姜葱拌面 10元而已 我吃姜葱拌面 看多大盒姜葱 多多 对不对 这里的姜葱拌面才是最棒的 因为我觉得姜葱做得好不难 它和白切鸡和姜葱有点不同 吃后会有点点苦 那种苦很过瘾 然后面底才是最精彩的 以前在西华路上班时 还会偶尽在他们这边买的三面 回家煮的 那些三面面头会有点点面粉 而且老板当时就说 如果你放太久是不行的 一定要尽快吃 他们这边当然就是用这种三面 这个是他们自家制的三面 真的在店铺做的 那我在广州吃过 我就吃面不算太棒了 唯独有两间的面底是最好的 它是其中一个 那另外那一间 就除了面好之外 其他都很差 但是它就除了面外 其他都做得不错的 吃了 然后呢 通常我习惯是会这样的 加一点点点 好了 就是一点点点 然后呢 再加一点点点 又是一点点点的 然后再拌 它吃起来的口感就会更丰富 醋 它又要醋 很多的 对啊 我超级喜欢这种 有的蛋面 一点都不硬的 还有呢 你看老婆在夹着 整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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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夹开 它这边的姜葱 好像没有我尝试 去同苏路吃的那么苦 13元而已 这边好像辣一点 就没有那么苦 不过都是有那种苦味 但是很过瘾的 很舒服的苦味 吃姜葱拌面呢 财福才是第一的 它其他那些呢 很好吃 面底又好吃 姜葱也很好吃 这种竹星面也很好吃 我不是反正不好吃 各有所爱 对不对 但是我自己就更喜欢这种 柔的 姜葱拌面 因为这种 这种柔的蛋面呢 它对比起竹星面 更容易吸收到这种 酱汁的味道 是完全有根据的 而不是说用竹星面 竹星面也吃爽口 吃口感的 版面呢 就是跟酱料混合在一起 那种风味 接下来呢 就再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 最后一粒的 就是 雲吞了 老婆是要了鲜哈剩雲吞 这个也是上次在同福路吃过的 它们的皮是相对会厚一点的 不像说其他那些 在西关吃的那些 那些皮 好像会随时会散开 确实它是会比较厚的 但是呢 里面的肉也会较多的 就是这样的size 这样的状态了 要喝 对呀 蛋汤也很好喝的 其中的汤 汤是跟拌面的 我记得那时候 我拍的第一条片 应该是来采福吃的 当时是什么 在西华路那里 很久很久吃的 因为可以想象到 我说我整天来采福不是吹水的 最后来拆解一下 这个鲜哈成文汤里面是有虾的 但是呢 它是这种全虾 就不是说将大虾 逐粒逐粒拆小 就是这种 虾仁啊 可以讲一讲 你喝不喝水啊 喝一口吧 要不要成功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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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超市买了一些水 那里有椅子 还有椅子 在人家旁边当的 还有前面这个叫永顺豆浆 不要看它门面 其实很棒的 但是因为 通常豆浆 早上才好喝的 这个中数我们就不买了 就只是买了一瓶 矿泉水就算了 圣街超市还有 不过呢 今年呢 就有个大问题 我等着先跟大家说 金牌乳珠见过最便宜的了 不要说多重 我们不说多重 298元一只 是4.5到5斤的 烧鵝 198元一只 不过今年呢 因为疫情的原因 所以呢 老城区 花都 各种都不可以去拜山的 是的 全部停了 全部不给 是的 只有蓝沙 增城 蟲化那些 没有的 我们不需要去那里 才可以去拜山 所以今年呢 可能会 这行生意会差点 哦 又发现这些烧鵝 哦 我还要来那些 那些 潮山老美 原来是广东烧鵝 那些 那些 20元一盒 20元一盒 这些 哦 20元一盒 我小盒这些 是20元三盒 是吗 这些也是 这样 好 好 这个不要 其实这里呢 就是大名鼎兴的百花甜品 他们出了名 选择多的 看看这里 据说这里有200多种选择 不过我最喜欢的 其中一个就是 芝麻糊 凍热也可以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凤凰奶糊 都是我最爱 凤凰奶糊 只有热的 这次呢 我们就不吃凤凰奶糊 我们点了一个 椰汁 椰汁龟苓 凤凰奶糊 15元 凤凰奶糊 在这里 椰汁西米露凤 和普通龟苓 都是凤凰奶糊 普通的龟苓 什么都不够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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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对吗 对 有糖漿的吗 你说不够 但糖漿没有 糖漿也没有 是啊 你说什么都不够 我就是有糖漿 你应该叫糖漿 哦 是糖漿龟苓 糖漿龟苓 我什么都不够 够了两份食物 这个多少钱 不够了 不够了 13元 13元 这个呢 这个都是12元 加上总共25元 哇 都挺大碗 我试试龟苓 龟苓苓是冷的 刚才问过姐姐 我们原先叫了一个淨龟苓 她问你不要糖 我以为她当然要糖 龟苓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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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苓� 是用龟来做的 现在当然不会 都是放一些土腐瓶各种 现在是没有龟的 不过清热的功效也是存在的 是更像粮粉 不过粮粉是没那么苦的 来到甜品店 终于又停雨了 广州的雨就是这样了 到春天的雨就像这样 整天都落不停 有时又变大 有时又变小 继续吃我的龟铃糕 大家多久没回来吃过龟铃糕 小时候我都不记得第一次吃龟铃糕有什么时候 不过小时候喜欢吃粮粉 龟铃糕少因为怕苦 现在年纪大了 没那么怕苦 但是龟铃糕又没有以前那么苦 刚才20元买了这三盒 很多时候在斩料档临关门之前 都会这样做的 始终都是货味 当日还没卖出来 特价销售 这三盒总共收了20元 这三盒总共收了7元 7元都不用 这应该是烧鸭 但是比的部分 都看不出 这是豉油鸡 还有盐焗鸡 这三盒鸡 德正中路 文明路 文德路 这麽附近 除了刚才我们吃过的那间餐厅 还有很多好东西 比如正前方的名记甜品 又或者对面街 在便利店刚刚公交车遮住的清远鸡竹 甚至是连锁经营店的长落饼屋 转回来文明路 对面亦会有一间银记 这间银记银记 虽然是同一个老板和集团 但给我的感觉不像写字楼底的银记 这间银记是近街坊居民区的银记 八阳原味酪品1983年九月 甚至对面已经关门的九爷鸡 来到这些下雨天 骑楼就发挥最大的功效 就是像现在这样 我们在那边走 又不用担遮 这边的骑楼算是阔的 我觉得在说来说 文德鲁、文明路这边的骑楼 大家看看是否 幸好上边开车还可以 小的那些车 骑楼很窄 窄到在下面就避不开 那些浪住的衣服 这里是会好一点的 少一些三浪 如果回到西关 那你走骑楼就要小心一点 至于对面 刚刚更多年轻人的选择 那边遮住了 还有个家乐蛋撻 其实都很好 家乐蛋撻狼 还有这个 这个应该是整条街 我认为最后一间 比较出名的老字号 就是牛杂 它好像有猪脚姜吃的 是的 这里是好东西 好了 今天又和大家玩了一天吃了一天 由早到晚 由不下雨 玩到下雨 由饿到饱 那我们就约定你 下集见 下集见 下集见